我哪有借錢不還 完全誣蔑的指控 这探功董事长颜清彪气愤难平 对于连日外界指控他欠债不还 他强调完全是造谣抹黑 看得出颜清彪情绪很激动 因为几天来他接连被报欠债高达七千万还脱产 接收妙产十二亿元等黑历史 大甲正男公信徒代表易景龙 海上政论节目爆料严加欠钱 法院执行却要不到钱 只有扣掉立委薪水 遭欠债的钱杀戮政长 陈孟森也证实 颜清彪脱下给颜宽恒 颜清彪亲自解释 当年他和友人合伙经营建设公司 担任副董事长 被告知公司需要融资 合伙人希望颜清彪拿土地担保 没想到公司破产 他做饱的土地全被拍卖还钱 颜宽恒不敢借楼买 土地担保 这就钱筹钱 把这些土地一笔一笔的标回来 主持人也不公 带方向 这个主持人也在 需要我的时候 来到服务处 来到镇南宫来拜拜 要是来拜价的 欠债风波引发热意外 政论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再加码爆料 批颜宽恒长期霸占法拍屋 脸书秀出法拍资料 批他配合冬瓜坝脱产倒债 还打着颜家的招牌霸占法拍屋 法院公告在案证据确凿 这种人还有资格竞选立委吗 不要亵渎神明 还要颜清彪一家退出政坛 退出镇南宫 媒体追问 他显然不愿再多说 颜宽恒宣布投入中二区补选 颜清彪爱子心切 所有的欠债风波 由他亲上活现回应 颜清彪说颜家不畏战不拒战 都要来接受挑战 这几天真的对于颜家 有很多的争议还有爆料 我们来看到包括说 有人指控说 这个颜清彪的财产申报 CAM银行1.8亿 还有说颜家长期把持镇南宫 这是不是也引发了 在地的一些不满呢 另外还有讲到颜清彪CAM6000万 然后脱产给好西 颜宽恒等等的 这一些争议真的是连环报 针对一系列的指控 颜清彪昨天在这个记者会上 他也说 他说这个过去是合伙失败 所以他的土地区拿去堆 才会引发了这个种种的纠纷等等的 瑞德哥刚才听到这个颜清彪说 他说他一世人都是重前重一 绝对不会欠债不还 颜清彪这个奖信用海派 那么大家都知道 1999年中国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人连战阵营 希望他能够支持连战 他在最后一刻选择跳出来 支持了宋楚瑜 他的名言就是 他人背着说 吃人一口 害人一道 当时国民党立刻就跳出来抹黑他 颜清彪的六项黑道政绩 所以呢 那么颜清彪第一次被大规模的抹黑 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嘛 那么不过 我倒觉得很可惜了 长老照理来说既然那么多天 你都不回应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你女孩要选择参选啊 那个打着在地的名号 要参选呢 海线二区的立委补选啊 你就应该趁这个机会把所有的事情 你全部讲清楚嘛 做一次 我感觉没那么 让大家说不可以说 你头前说是跟他投资嘛 那投资什么 对吧 至于你怎样 投资什么 八千几万 七千几万 有什么人可以去怀疑 给你有一个六千万的 债权凭证的标识 连怀疑都认定 你是欠了六千几万 那我觉得很可惜啦 因为你没说 后来你又讲了一句说 他不想讲 你不想讲的话你就不要讲 你知道吗 你又要跟你说 头前说一段 在后面 真正需要知道的 你不讲的 你不讲 其实言清标 过去三十年 没有人这样去检视过言清标 因为大家认为不需要检视他 大家都知道 五百老大 以前疫情状况管心过 不过也知道他后来 金盆洗手 去当了大家 正常说会当事长嘛 另外说他就变了 让子回头 故事嘛 今天也不是 大家也对你 言清标 其实对你的财产有没有影响 因为最主要是 你们好心 要选立委 进行做个立委 现在要选立委 要选立委 他就要报财产 言清标进行也报财产 那么言清标刚才说 他都没有欠过钱 我想不到 你自己本身做立委 那时候申报财产 你的债务 高达一亿八千九百万 我现在感到 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 国泰市华银行跟华南银行 这两间银行 你对言清标这么好 我刚收到 我自己本身房贷的简讯 说我存款不足 为什么呢 因为郡母 郡母让我的丈夫去立扣贷款 不记得把钱放进去 所以我就存 马上积极如律令就来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去立 马上纯真心寒就来啊 第三次来的时候就在欢迎了 一般的老百姓 看对吧 一般老百姓 都是这样 一般老百姓 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所以你看 国泰市华跟华南银行 人家昨天多客气啊 发表了一个声明 客户隐私 你知道吗 问题来了 那请问你到底有没有欠这两家银行的相关钱啊 对不对 到这两年 好像还有在这个针对严金标的土地啊 然后被查过土地在进行法拍等等嘛 重点不是严金标 重点是你们好戏 因为你现在在账面上所欠的债务 不管是两家银行 还是他刚刚说的钱杀戮政长这些人 对吧 他都这样子控啊 这样子控 你就把所有清楚讲明白 说我不是这样 比如说那是兄弟道主 还是说是社会道主 社会书怎么处理 你都说清楚嘛 你就把他讲清楚 然后还有有关于这个银行的借款的部分 单纯借款没有那么复杂 但借款不还就很复杂 你知道吗 借款不还呢 以后你的房地产被查扣了以后 又是你儿子标回来 你儿子标回来这个资格 对不对 他的价格合不合理 有没有人跟他去一起竞标 那就很复杂 为什么 这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颜金标 那么刚刚颜青标讲说 是颜金标不敢他老婆 土地去打买 所以借钱去 一块一块回来 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你不觉得吗 钱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要知道是颜金标 那你钱去借有吗 你借钱来买土地嘛 你钱回来 你总是要贏钱嘛 那你看他的财产 他今年四十四五岁嘛 攀开来的财产 六十五比一土地 现在应该那个数字稍微有点变更了 六十五比一土地 二十三比房屋 然后四十八比保单 那个相关 还有他的现金存款 当然他有些许债务 但是把债务扣掉以后 他还几个赢呢 我这两个礼拜 一直在电视上讲 我是跟你说真的呢 我要是有颜宽的财产的话 我立刻推出名字的圈 你知道吗 我把他做名嘴啊 我说真的 我带我们来环游世界七百 真的七百 整个地球 谁套套套 南极契 北极契契 四道极契 你知道吗 问题来了 我就没有这种财力嘛 我很好奇啊 各位 龙井大渡 雾峰杀戮 乌日 这五个区 再加一个大家好了 这六个区 所有的少年人 四十五岁以后 您倒这个有这种财力 对不对 马上你跟我说一下 郭台铭应该没有这样的年纪的孩子吧 郭台铭那个首付那个 另外 其他你跟我说 您有这个材料没有 您没有嘛 您没有这个材料 一般的政壮人也没有嘛 我们也没有 只有大乐透头奖嘛 对不对 为了理财 二十四英也不是你对嘛 我问你 为什么有这个材料嘛 因为他要选入会啊 他要选入会是政典人物 所以为什么您老婆 这个账目名义上 唤他认定是欠債的那么多 为什么他没有财产 为什么你那么多 我们现在要人家说 到底没有脱产 到底你的钱是怎么来 不然你跟我说你是怎么贪的 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 我们不会要求他交代 因为你的身份特殊啊 那你又告诉我是怎么来的啊 盐宽航可以 还有盐清标 布置当然可以两手一摊 根本就不用穿黄带衣 可为什么别人要穿黄带衣 你要知道嘛 这才是问题 这才是问题 为什么你们不用而别人要 这才是问题嘛 各位也要知道一件事 盐清标也被恐吓过 盐清标这个新議員的时候 有一次在省议会对着省议会 那时候的台湾省政府 警务处长王一飞说 拿他盐清标突然间 拿出一个血书来说 他被恐吓了 说不准去咨询省议会 不准去咨询省政府里面的一个 电脑采购弊案 否则就要让他吃子弹 让他不要他的命 那那张这真的是一个血书 他讲了一句话名言 连我都敢恐吓 你知道吗 连我都敢恐吓 什么意思 就表示连他都敢恐吓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要知道一件事嘛 所以这个事情对不对 你若是单纯 那是单纯严清标 其实大家没兴趣 我说真的 你的钱怎么来 我没什么兴趣 你跟人家成立 我们大家没兴趣 因为牵扯到你儿子 而你儿子现在 在海参这个地方 一般的老百姓 那么打拼这么久 都没可能有这种财力 另外我对在地儿子 我有意见 为什么呢 各位去看 杀戮跟污日 这几年来增加了多少人口 增加了快要两万多人口 就问一下 增加了这些人口 都是空降部队吗 他们都不是在地儿子吗 就不能投票算理了吗 这什么理论啊 刚刚子泽兄也讲了嘛 在外国出事 同样可以算数人 都在台北人嘛 那台北人嘛 那台湾又那么小 台湾大家都是台湾人 只要你有台湾中华民国的选举资格 被选举资格 那你就可以去选啊 任何人都可以去选 韩国瑜可以去选 这个等于说高雄 然后桃园的朱立仁可以来选新北 对吧 你不是空降部队吗 你难道不是空降部队吗 然后呢 至于台湾市长卢秀燕 在说一句话 昨天在现场讲了一句话说 要看得到 要选那种看得到 找得到 临时不会跑掉 他在说 朱立仁你脸皮都不会红啊 你脸皮不会红吗 你看得到找得到吗 你在做新北市 在第一次的时候 你就把四百万的新北市民 全部抛弃了 因为喝了一杯咖啡 因为有个淡水的阿嬷 你忘了吗 他就决定 他要去选业总统 不是这样子吗 然后呢 请问你 他前一次桃园县长 他有做满吗 他不是去做他的行政院副院长吗 所以两次你都决定放弃 抛弃了桃园县长 抛弃了新北市长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讲这些话的时候 脸不红气不喘 说有嘴 说别人都没嘴 说自己 那么现在很好 进入了民主社会 然后呢 昨天中共国民党就位 至于颜康委 说不要政党对决 你在讲笑话吗 民主政治 本来就是政党对决 只是几个政党 这样而已嘛 你也可以用五党 只要你有本事 你做出来算 我相信 不可能 如果你要民众党 要谁都要选 OK的 你只要资格符合的话 你都出来算 这就是民主的可贵嘛 都不要出来选 难道 难道如果按照 颜康的标准 他说我担败的 干脆你定个法律说 这区只要过几点 可以对国民党的颜康 就算好了 难道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君子之争 那么既然 既然有这个钱的事情 我跟你说 你不要说清楚的结果 就是让这些事情 在未来的两个月 都不会离开你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次 你就说清楚 其实就没事情了 对 这把火这个争议 真的是不断在延烧 因为现在 延宽腾已经确定要算了嘛 所以包括延迦 过去的这些背景 依依被起底 争议也都必须要摊在阳光下 国民党 如果是要收听 国民党也应该要有态度 应该要出来回应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看看 国民党的子折怎么看 优优独播 Ruط